两年一次的世界咖啡盛世 希望推动观光与咖啡产业的发展 两年一次的世界咖啡盛世大港杯 咖啡国际交流赛即将年华 地点在高雄流行医院中心 金语展演馆前 总价超过千万 堪称世界第一规模的咖啡盛世 也是世界第一场在海边举办的烘豆比赛 我们这次非常支持 也很肯定我们大港杯 再次在我们高雄举办国际的交流比赛 那其实我们高雄有非常非常多的咖啡店 都非常非常有水准 那现在喝咖啡可以说是一个全民运动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一个咖啡比赛 然后带动我们在我们这个亚湾区举办 然后能够提升我们的城市的一个知名度 那其实我们高雄也有很不错的咖啡 那所以我也想在这边建议主办单位 未来也许也可以参考我们高雄在地小农的咖啡 今年的那个赛事规模 我们做到现在是这一次是世界最大 那所以尤其我们是第一名的奖项 那可以看到那边有一台那个哈雷重机 然后再加上说那个我们的设备商 他也因为说那第一名除了有一台哈雷重机以外 他再加码一台那个烘焙机 所以他第一名的冠军的总奖项高达120万 台湾在国际咖啡比赛屡屡得奖 高雄业者群测群力的向世界各地发声 并以高雄的旧地名大港为名 创立大港杯国际烘豆交流赛 推动观光旅游以及咖啡产业的发展 做到产业内部品实技术提升 史方新闻贵文曲建议高雄采访报导